都已经等着了 来嘛 每次看到我出现 它就激动的不得了 阿宝宝 把屎拉了 赶紧的 好大一坨 每天接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让它方便一下 复旦期间的小鸟 它会憋爸爸 一般都是出来了 它才会拉 天天都有人要吵着看贝贝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这就是我和它的日常了 赶紧吃 臭什么美的 吃完再弄啊 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有什么好臭美的 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接出来 先让它方便一下 然后再给它喂点吃的 我是真的怕它饿死了 朋友们 这家伙生了三颗白蛋了 现在 天天着急忙慌的 在里面孵着 吃东西它都不会出来吃了呀 每次接它出来的时候 虽然你都是空空的 二黑它们两个孵蛋 都会自己出来吃 这家伙它就不会 生了几颗白蛋 宝贝的狠 天天就在窝里爬着 现在的花 它基本上都是我在喂它 一天两顿 早上一顿 晚上一顿 呵呵呵呵 你们看嘛 让它吃饭 它都没有心情哦 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它的窝 想要回去复旦了 它还是认识它的窝的 就这样直勾勾的一直看着 应该是在想 怎么才能进去嘞 来 还是我帮你一把吧 先让一下 把窝给它拿出来 清理一下里面的把吧 刚刚看到有好多 都干了 弄干净了 把这几颗蛋给它放回去 它就这样一直在旁边守着 来 来 吃点东西 吃不吃 把这个窝调转了一个方向 它立马就跑进去了 再出来吃点哦 今天早上没吃多少 吃了一点它就不吃了 现在这几颗蛋就是它的命 特别宝贝 再吃点 快吃 它又不吃 就这样挨着我的手 这是想要撒娇吗 看了我两眼 又回去了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给它把吃的摆到它的面前去 这样岂不是又能孵蛋 又可以吃东西了吗 瞧见了吧 刚放过去它就开始吃了 其实它就是紧张这几颗蛋 所以吃东西总是心不在焉的 这下就吃的踏实了吧 敷也没敷到 反正它就是要待在里面 它才觉得舒服 给它挂回去了 先让它敷着吧 过两天给它找两颗受精弹敷一敷 就这样了 把门关起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